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有上过拳击课 然后我巴西柔术也上过 打了两届课章 我哪儿课 我手课 休息一下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以后在弹幕上的弹势 她是神奇 比赛开始 我们看一下两个人上场以后 进行打斧拳 这是重击型选手的开场 王菊现在选择了前手的刺拳 后手的持拳 我还是稍微有一点章法在 打得非常棒 打得非常棒 那前后手的持拳 现在开始出现了组合 不再像第一回合出现单边进攻 而组合拳的有效密度 在裁判的判定依据上 会更加倾向于拳手 红方王菊 TKO货胜 我之后 放开了持 放开了持 以保存好体力 我们好好地来一场漂亮的比赛 没问题 三米 王菊队发力了一次重拳击打在李斯坦尼的头目 李斯拉开距离之后依然是被命中了拳 他的心理素质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挑战 右手的摆拳再次再次连续地中击 在两个人拼拳中王菊更占优势 王菊的后手正拳击中了李斯坦尼 李斯坦尼用前手的刺拳进行反击 双方拳手毫无放弃地争扰 王菊的重拳抡起来 而李斯也在用高密度的拳进行反击 他俩当时打得太焦躲了 特别特别焦躲 就是感觉有种胜负难分的感觉 一号裁判 28比29 二号裁判 29比28 三号裁判 28比29 比赛结果 拦角 赵郁兴兴往上 我觉得虽然我这个夏天才真的很近距离地接触你 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充满力量的一个女生 就是无论是她整个人本来一出来的那一份自信 还是她站在这个擂台上面 她所散发出来的那个坚韧 我觉得她都是一个充满着力量的一个女生 所以我觉得你太棒了 我其实不怕输 但是我不认输 还有我今天我感觉非常遗憾的一点是什么 自从我练拳准以来 很多帮助过我的教练 带过我的教练都给我很多肯定和鼓励 甚至他们一开始都说我是一个有天赋的人 在练拳击这方面 我一开始很怀疑 我觉得他们就是只是在说好话哄我 但是练到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开始爱上这项运动了 在此刻我觉得很难受的一点是我对所有带过我的教练 包括巴哈特 包括乌兰教练 十三教练 时间虽然不久 可是我觉得他们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和肯定 还有张维丽老师 你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信心 我觉得我今天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给你们争气了 真的 抱歉 谢谢芝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